大家好,我是老条 老幽条带你一起看没看过的佳作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这条老条 今天一起看一部韩国喜剧电影 非常主播 豆瓣点评7.9 是适合周末乐呵人家的好电影 男主大猫是一名36岁的单身老男人 同时也是一个知名电台的主播 住着豪华的别墅 开着酷酷的跑车 有事没事还约个妹子去家里玩 小生活过的美滋滋 大猫每天的工作就是采访一些奇人趣事 最近出现了一位人气超高的年轻未婚妈妈小芳 小芳的妈妈在十几岁被邻居大哥哥侵犯 出肠了禁果 没过多久大哥哥就搬走了 小芳的妈妈发现自己怀孕 生下了小芳 母女俩没生活多久妈妈也离世 年轻的小芳也走了妈妈的错路 在不合适的时间出肠了禁果 男的也抛弃了小芳 小芳也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小豆子 目前小芳和小豆子相依为命 想通过电台找到自己的生父 小芳的这段传奇经历给电台带来了大量的收益 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 小芳现在也找到了生父本人 但是没有勇气和他相认 作为一个看客的大芳鼓励他去见生父 让这个混蛋父亲承担责任 大芳也对这个父亲很反感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大芳泡妹子的心情 给玉池撒点花瓣 来一段鸳鸣玉 想起来就美滋滋 喷点香水等待家人的到来 这时门铃响起 出现的却是老土的母子俩 而这位母亲就是小芳 小孩就是小豆子 他的亲生父亲就是大芳 大芳努力回想这十几年前的一晚 谁想到这个父亲竟然是自己 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了爷爷 此时的大芳出了一脸懵逼 还是一脸懵逼 自己的孙子小豆子还是一个豆逼 找了这么多年的表情包 也在这部电影中找到 果然是一个机灵鬼 一阵门铃声传来 等待多时的女神驾到 女神打算今晚玩点更刺激的姿势 大芳也心里乐开来话 转眼一想屋里的两位 心情瞬间凉了一大半 被别人知道自己有这种丑事 自己未来可能就要去搬砖了 只能痛心和女神分手 大芳也不相信 一次就能造出一个大闺女来 小芳却开心的告诉大芳 自己在高一就生下了小豆子 这都称家族遗传了 大芳还偷偷的骄傲了一下 自己惹的祸终归要自己背锅 本来自己一个人过得逍遥自在 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22岁的大闺女 还有一个晚上梦游的豆逼孙子 这往后日子可怎么过 一觉醒来的大芳发现自己家里成了战场 地上到处都是母子俩的衣服 高级音箱也被砸坏 就连夜经电视上也是涂鸦 整个心都要碎了 不仅如此 聪明的小豆子相当有礼貌 整个大芳有气都没有地方出 大芳依旧不相信小芳是自己的亲闺女 只能做DNA检测 去医院会被别人发现 只能找到自己做兽医的哥哥 嘴甜的小芳对大叔一顿快 大叔也都相信这是大芳的亲闺女 嘴甜的人果然好办事 DNA的检测也证明就是他的闺女 这下是真跑不了了 只剩下了郁闷的大芳 只能独自一个人打扫如通战场的家里 想试图赶走母子俩 可是人家就是赖着不走 一记不成再生一记 把他灌醉之后再赶走 没成想小芳更能喝 酒量丝毫不在大芳之下 两个人喝得昏天黑地 一觉醒来发现两个人睡在了一张床上 这差点有喜剧变成乱伦 大芳趁着闺女没醒赶紧溜走 避免了一场尴尬 这一天大芳正在做节目 小芳就出现在了演播室 小芳要来参加节目的演奏比赛 这也让大芳心神不安 这也要让别人知道这是自己闺女 那还了得 大芳尝试劝说小芳放弃比赛 小芳执意要展示下自己的才能 所有人都对这位土姑娘不屑顾 就连当父亲的大芳都在一旁嘲笑 等着自己亲闺女出丑 让众人想不到的是 小芳一开口就让所有人震惊不已 大芳也对小芳刮目相看 她也只能接受小芳接着参加比赛 而小豆子还小 需要去幼儿园 但是又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是自己的孙子 只能假冒成舅舅 果然是家族遗传 好色这一点一模一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 妇女之间也慢慢有了一厅的默契 生活正在步入正轨 大芳小芳一起打扫房间 一家人其乐融融 在学校的小豆子不开心了 女神嫌弃小豆子穿的土 都不和他一起玩 当爷爷的听完 这还了得 带着全家一起购物 哪个漂亮买哪个 哪个最贵买哪个 反正就是买买买 再次回到学校 小豆子摇身一变变成了富二代 小芳也成了女神 连演播纸的人都抢着大事 大猫也在一旁窃喜 小芳的演唱也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不知从哪里猫出来一个二狗 二狗和小芳在很早之前就认识 因为嫌弃小芳土 就把他给甩了 这次看到小芳出名 主动过来抱小芳大腿 还故意拿出来以前的照片 约会结束之后 二狗偷偷地跟踪在小芳后边 没想到看到了这一幕 二狗还把这一幕给拍了下来 然后拿着照片质疑小芳 为什么为了上位和大猫友一腿 并威胁小芳把照片曝光 愤怒的小芳摔坏了相机 这件事也被台长给知道 并把大猫给臭骂了一顿 并且还不让小芳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郁闷的大猫碰巧看到了纠缠小芳的二狗 误以为小芳和二狗合手坑自己 为了抱二十多年的抛弃之仇 回到家就把所有的火发到了小芳身上 小芳也是有苦难言 转身带着小豆子离开了家 未来的生活再次只剩下了大猫一个人 当一个人打扫房间 孤独和寂寞瞬间涌上心头 但是大猫爱面子不愿意去找小芳 死要面子活受罪 小芳为了养活小豆子 在一家饭馆打工 晚上就在收拾班的饭馆睡觉 过得非常辛苦 大猫也知道自己的错误 通过电台向小芳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想挽回这段妇女情 之后本以为小芳不会再参加比赛 没想到小芳还是出现在现场 可是参加完比赛之后 发现小豆子不见了 这可极快了小芳 跑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小芳也是急得直哭 他只能求助于在演讲的父亲 大猫一开始还是怕被别人知道这是自己的女儿 假装不认识小芳 毕竟是亲生女儿 大猫当着所有人承认了小芳 抱着小芳一起去警察局报警 这时二狗出现在警局 他以为小豆子是大猫的儿子 萌生的醋意还要动手打大猫 而小芳哭着告诉他 小豆子是他的儿子 这剧情反转太快 大猫一听就来气 原来你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小子 看我不打死你 警局也在此时得到消息 小豆子在一个酒店找到 激动的大猫上去就抱住小豆子 三个人抱头痛哭 院长知道大猫的情况后 也没有怪罪大猫 谁年轻的时候还不犯个错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并答应和大猫尝试约会 有意向成为小豆子的奶奶 事业上也没有因此而下降 反而因此成功转型 事业稳步上升 电影的最后 一家三口同上阵 参加了最后的比赛 一家人其乐融融 让人好生羡慕 电影结束 最珍贵的事物莫过于亲情 不要等他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少打点游戏 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 幸福其实很简单 多点时间陪伴 少点游戏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